義大利威尼斯今年一拜的嘉年花花 現在是重來骨盤 為了要關這個遊客 所以今年四月到七月冠風的針對 來切合一天的努客 收五個歐元的立社會 而且還要求要首先在刷定定期 今年威尼斯嘉年花 是以老人的風味前最最優勁來開始 遊客是以珍得很少的造型和民翁衡心 增加老闆地区的氣氛 不過這次的家電花是免費入住 但未來是不一定的 為了被變太多UK對環境造成負擔 威尼斯當局決定要關這關公認所 從今年的四月二五開始 到七月中的每個禮拜 六、第一次都會實施生一天的收費制度 入社UK要入五歐元 差不多台票百次 不過有的UK認為說 像這種集社會就像另外10歲 並沒有公平 雖然民眾的歡迎沒說 但威尼斯這個收費制度已經開始運作 不過整個關公望 在UK中的入社已經有四千人 他們六十六後 那天只要掃得定的QR口 就可以出執威尼斯 當代既然說 什麼不需要UK還是負擔 但是民眾煩惱說新的規定 強健要讓民眾無散散散散也不方便 每年市政府說會看狀況 對這行業嚴重的測試來做條件 無尊守規定的UK 會奉獲五十九三百億歐元 差不多台票千七到一萬五百塊 恭喜新聞張惠敏 弁役